那有个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言了 他在讲说呢 家里的玫瑰花每次卸掉以后呢 都好丑哦 很像很多团的这个卫生纸 黏在树上面 那有没有方法呢 我们是这个玫瑰花不去除它 然后它卸掉以后就让它掉满地 而不是要一个一个去捡哦 那因为这个玫瑰花的这个问题 我相信家家户户大家都有哦 那玫瑰花的种类也非常多 那我不知道这个养玫瑰花 有没有什么秘诀啦 他希望这个花卸掉以后 不要每次都那么丑 他都要特别请这个园丁 来做修剪玫瑰花的这个动作 我不知道玫瑰花 我们有没有什么养花的达人 可以跟大家分享你的经验哦 我们Kooshia天使呢 他找到的是我们园艺专家花哥 我知道花哥这个家里果树非常多 菜很多很好吃的 然后那花呢 花哥你熟吗 花哥你好 各位帮我们解答一下 玫瑰花你都是 他这个凋谢以后 你都怎么照顾他的啊 小米好各位 各位听到好 玫瑰花是网友 我其实花种的不多 但玫瑰花也种了十几年 我家门口三颗玫瑰花 特别漂亮 都跟我叫枝条 那讲到这个 讲到枝条 讲到玫瑰花 重点就是说 通常玫瑰花开完花以后 就是要把它剪枝条 一定要剪的不能偷懒的 那剪枝条会充劲再继续口花 就是说他要继续休息一个多月 先清清清新鸭茶 用花花招 尤其在中夏天的时期 一定要重种 他不剪不把花整一下 那花就会半干半酷的留在上面 就比较不好看 那其实这种题 在花科我家也会 因为我每次 舍不得就随便剪枝条 因为我每次剪枝条以后 我要把枝条留下来 它是可以送给别人 然后分享给其他人 所以我是会 拖拖拉是这样 所以我家也有 干干酷酷的玫瑰花在上面 但是如果真的要保持 家里有这种百万豪宅 要弄得干干净净的话 那最好就是 把开过的花 也不要整个人 你拿个小剪刀 你把它剪掉 因为有时候这种开完以后 还有五六桶七八桶 还没有 也不知道剪枝的时候 所以你先把这个要 卸掉的花先把它处理掉 这样就会比较好看 所以这个正真一点 就是家里的朋友 会看得比较好看 比较漂亮 花都开完全部的以后 全部修枝 修到一半 修到三分之二 然后它又吸着牙 吸着枝条再出来 就会长得很好 想要万象更新 是不能偷染的 一定还是要修剪 再次谢谢我们的花哥 谢谢你的解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兜上